尤麻地昨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一半不属于强制检测的范围 有医生说 各区非强检个案比例有所增加 认为要扩大检测的范围 位于尤麻地玉器街的四驾流动採养车服务至明天 早上未到10点开始时间 强制检测队已经有人排队 另一条非强检队就近乎一个人都没有 昨日公布的77宗确诊个案 大概一半来自尤麻地 当中属于强制检测和非强制检测区域的各佔一半 有市民认为应该扩大强制检测范围 其实要看能力 哪个地区重要一点就尽量做多一点 将范围做大一点 未有结果之前都尽量不要出街 我觉得自己自律就最好 有专家说尤麻地非强制检测区域的确诊个案 近期有超越强检测区的趋势 应该适时扩大强制检测区 它有一个动员上的困难 因为那里是很多少数族类的人 语言、文化方面 他可能需要有一些 比如说在特别的文化事务主 和一些翻译的人协助 去逐步这样做 他就未必真的能够在初时的区域画得太大 就是留意在油尖望其他地方 将那些的比如说检测和区域 将它扩展到一些指定区域的边缘 其他一些比较多个望地区 或者如果是在其他的油尖望区 都发现有其他问题的 在那里开多一两个检测的中心 和一些留步的检测车在那里 有需要的划分指定区域 他又认为现在做小区禁足已经太迟 因为确诊个案已经传播开 大范围禁足涉及人数太多也不可能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思报道